好 好 我的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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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黃康 這個我們這個八點檔年紀劇 常常出現死而復生的劇情 很玄嗎 不 因為現實生活中 真的有這種事存在 事實上在美國他們做過統計 這種冰死經驗的人 據統計的人 超過一千三百萬人 那他們在這個跨越 生死兩界的時候 到底看到什麼呢 是不是真的如同那個傳說講的 有一道光 還是說呢 就是那個光 我們中國人講的比較傳統說 有一條老步道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來 我們今天要聊聊這樣的經驗 歡迎死而復生的主播 怎麼樣 看得出來我是誰吧 什麼 看不出來 沒關係 來一首音樂吧 音樂 老師你搞錯了吧 我不是喔 我不是潘美誠 我不是喔 我那麼帥 來吧 老師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音樂 我可以為你當死 你在什麼 我覺得老師今天有問題 你現在想要跟我幹架嗎 我還假 Tu選你 你不要跟當說 你懂那個Q版的高德人 Q版的 趙哥 你現在想要跟我幹架嗎 不會 不會 為什麼 到錄影 人家有老師 有專家在 不要這樣子開玩笑 好痛 要我做到什麼時候 老師 是的 我們現在馬上來報新聞 科學研究發現 人體停止呼吸五分鐘之後 由於大腦缺氧 腦細胞就開始死亡 人體就停止呼吸 八分鐘之後就很難存活 但是世界上仍然有 各類離奇的死而復生的例子 讓我們驚嘆不已 請看 有了 好 這個人 在非常低位的狀況之下 也有可能死而復生 我們常常說人冰凍起來 過幾年再拿出來醫治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跟你講 英國有一個小女嬰 她出生一個月 我告訴你 她吃奶 就都很吃力 就很奇怪 就去研究 一研究 發覺她心臟的血管 居然是錯位 才一個月 那現在就要把她心臟血管 錯位要把它弄回來 是 開玩笑 裡面都是血怎麼弄呢 對 最後決定 人的體溫血液大概是 三十七度左右 是 這個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熱 像最近那個冰被捏死 它到四十四度 那個等於在裡面沸騰一樣 對 你知道嗎 結果你知道她把血液弄到幾度嗎 七度 弄到十七度 那裡面很冷 把血液弄成十七度 相當冷 這十七度的血液一跑 它所有的器官 就等於都被動住了 對 它整個身體的器官 都在低溫狀態之下的時候 是 把她血抽乾 因為才要動手術 然後把她心臟打個藥 讓她停止跳 在臨床上 這個小女嬰已經死了 已經死了 心臟不跳了 全身沒血了 緊急開始動手術 那個醫生簡直太緊急了 是 二十三分鐘 就把她心臟弄對位 弄對位以後 打個藥 刺激她心臟再跳動 然後再把軟血 軟血三七度的血 注進她身體裡面去 這個醫生都沒把握 怕大佬啊 淚脹會受傷對不對 是 她居然醒過來 是 醒過來 五個月之後檢查 那她等於出生兩次 對 大家一定要看看這個小女孩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而且很健康啊 很健康 這就是這個 她五個月的時候 在英國做完手術之後 非常感... 而且一點損傷都沒有 是 腦袋也沒損傷 你要認為 你這樣子 沒有心跳二十三分鐘 腦袋一定會受損 誰受損 因為冰凍 讓她腦袋停止運作 對啊 以前有一陣子 美國很流行 就是說人死了以後 把她冰凍起來 對 說大概過了幾十年 甚至一百年以後 對 醫術進步了 你說那是美國隊長嗎 沒有...那個 是... 真的 真的有這種人 克拉克 蓋博就被冰起來了 那個演員嗎 對... 亂世佳人那一位 很帥有沒有 對... 然後他們就把他冰起來 然後等到以後可以的時候 再把他回溫 看能不能把他醫好 那在美國也有一個 兩歲大的男童 這個更狠 兩歲了 心臟停止了55分鐘 但是呢 又活過來了 剛才是在 一個完整的醫療之下 是... 在完整的保護之下做的 對不對 那這更厲害 這十八個月 十八個月大概一個小男孩 是... 他剛剛有幾個親友 到克拉拉 都... 洛杉磯山脈上面 去度假 對... 他自己給一根跑 走私了 全部親友去找他 就在一個河流裡面找到他 他在河流裡面被淹死二十分鐘 淹死二十分鐘 在河流裡面 但是那個河... 吸水只有兩度 非常非常冷 冰凍 把他冰凍住了 但是他送到醫院之後 醫生說沒有救了 二十分鐘之後 老一定死了 已經二十分鐘沒救 結果護士突然間看到他 抖了一下 他的左手臂居然動了一下 左手臂動了一下 就是他自己的體溫開始在恢復 他體溫在恢復之後 他本來冰凍在水裡面 體溫慢慢恢復之後 他的那個... 知覺神經被冰凍的 開始恢復了 左手抖動 就開始搶救 最重要一點是 搶救回來之後 不是植物人 OK啊 對 OK 你看這個 奔跑 奔跑 非常OK 他們說主要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他是小孩子 小孩子的再生能力 強 非常非常強 小孩子再生能力非常 大人只有美國隊長 再生冰水 好 對 就小孩子的原因 第二個他是跌到 兩度C的冰水 冰水 他假如是兩度C的冰水 就完 就完蛋了 對 那以宗教來講 他可能到了天堂 上帝說 你時間還沒到 回去 那同時他手又動一下 然後就活過來了 沒錯 那這個已經是武術分鐘了 那接下來這個更狠 北一大的學生猝死 對 70分鐘 來 各位看 這位北一大陳同學 我們把他名字孤隱好不好 因為就保護他 他現在非常健康 可是我可以告訴你 你現在看到他這個樣子 事實上 他本來是70幾公斤 非常健壯的一個 19歲同學 是 他是2009年 1月11號發生的 是我們國內 台北醫學大學的 誠信高材生 是就在我們 發生在他身上的真實故事 他當天在哪裡 台北醫學大學 將來出來就要當醫生的 他自己是要當醫生的人 結果 他突然在排球場上昏倒 打得太激烈 突然打到一半的舉手說 同學們 我不舒服 然後就 坐到場邊的椅子上 一坐下來 接下來就 就倒在地上了 就攤了 整個人就攤了 然後你知道 他一個學長 比較高一年級的 明年要畢業的那個學長 就幫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 這陳同學做CPR 就一直壓 胸口跟肋骨之間 那個點 他依稀知道大概怎麼壓 可是他不知道到底正不正確 一直壓... 壓了你知道壓多久嗎 大家都說放棄了 不要壓 趕快送他去醫院 他說我知道的是 如果沒有讓他稍微有氣息 有稍微動一下 有空氣進去的那種感覺的話 你這樣送他去醫院 是沒有救的 你知道嗎 陳映莊同學 不放棄 他花了七十分鐘 這個陳同學 開始慢慢有一點 有一點反應的 你知道嗎 救護車當時也到了 趕快送進救護車上面去 到了醫生面前 醫生說 你不知道做CPR做多久 他說 醫生我不瞞你說 我做了七十分鐘 他說 七十分鐘 我告訴你 最高紀錄不超過三十分鐘 是 CPR在三十分鐘之內 只要病人沒有反應的話 就沒有救了 即便救回來 是植物人 打坐醫療史上 CPR超長急救時間 竟然還能將人救活 更多你無法置信的 冰死經驗 廣告後與你分享 最真實的冰死過程 我就躺在那裡 可是我是什麼眼睛看到 我自己起來 前面一個非常強 非常強的強光 美到不得了 我就開始往那強光走去 當我走過去 還有最美的音樂 非常美的音樂 所以我可是 一個年 我就 就跟我的身體連在一起了 我的媽 我幫他做CPR做多久 他說 醫生 我不瞞妳說 我做了七十分鐘 他說七十分鐘 我告訴你 最高紀錄不超過三十分鐘 CPR在三十分鐘之內 只要病人沒有反應的話 就沒有救了 即便救回來是植物人 這樣 那他會不會變植物人 好 我們繼續看 他救回來之後 我跟你講 嚇我一跳 我以為你要下一集才講 嚇死我了 別人在哏好不好 救回來 不是就醒過來了 依然昏迷 是 穿葉克膜 弄了差不多十九天以後 才醒過來 開始能夠坐起來 開始怎麼樣 開始能夠下床 開始能夠慢慢走路 醫生的大喜過望 他不會是植物人 我好棒 我好棒 對不對 可是他突然 出現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是 他一分鐘之後 他又忘記是誰 記憶明顯斷層 還不只這樣 這個書拿起來 是 他說 老爸 我大概十個字裡面 四個字我不認得 結果醫生就告訴他 你每天寫日記 你不會的字你就跳過去 你慢慢可以恢復原來的情況 好 2009年到現在已經四年過去了 對不對 他現在恢復得不錯了 不過現在就要講到重點 我剛才說那麼多 請問一下 他好不容易從鬼門關拳 撿回一命對不對 對 那問這個羞澀的大男孩 請問你 在冰死的時候 在你的學長幫你急救的時候 你看到了什麼 真的 他很羞澀 他很羞難的說 因為他是一個 不善言辭的大男孩 他說 我是真的看到一道光照到我的身上 而且我已經離開了我的身體 我知道陳映莊學長 一直在幫我 一直在幫我... 可是我一直想呼吸... 但我呼吸不過來 接著 接著才是重點 接著 我就看到有粉紅色的花瓣 從天上掉下來 掉在我身體的周圍 旁邊一堆同學在看 同學看不到這個花瓣 但是我已經出竅了 我看得見 我覺得他的真實經驗 很值得我們參考 所以說看到一道光是真的 可是今天我們這樣 聊到現在為止 我覺得當一個醫生 現在就有很苦惱 這個標準就不一 以前講說 OK 我們做三十分鐘急救 甚至於有人說 我做一個小時的急救 沒有 就宣告無效 那可是事實上有七十分鐘 一般照醫學的觀念來講 七十分鐘是不可能了 可是問題是救本 那現在當醫生 你們會不會很困惑 那我到底該怎麼樣下決定 這很難耶 那個醫學它是一個科學 它專門是找一些規律性的 就絕大部分的 是 像我們在做研究一下 有時候會有一些特例 特例呢 有時候你在統計上 可能有的特例就 沒有連續性的就把它丟掉 還有就是說 你這個呼吸停止 或是以前發現心臟停止 跟你真正的腦部壞死 腦部停止 這個還有一點層次 好像說病人急診送到我們台大醫院 我們拿那個光照他的眼睛的瞳孔 你看他瞳孔 他這瞳孔都放大沒反應 對不對 然後有時候呢 他瞳孔整個放大大於0.5公分 如果一邊瞳孔沒有反應呢 我們大概知道他腦幹可能死掉60% 兩邊都沒有反應就96% 腦幹呼吸的中樞啊 生命的中樞啊 所以你真正的到時候宣告腦死 腦幹都已經壞死掉 大概沒有人再救回來了 所以剛才聽起來 你那個北一大的那個 他就是腦部確實有缺氧 所以他很多記憶都受到影響 那還有那個他會不會看到的 那一道光其實就是 醫生拿著那個燈這樣照著眼睛 所以這個等一下可能有很多 要好好講一下 你不要在專業人士面前 講那種白癡的話好不好 趙女士曾經病死 當時...我們來聊 您當時看到的情況是什麼 我差一句話 小惠姐是太特殊了 是 她死過兩次 死過兩次 怎麼可能啊 OK 兩次耶 兩次回來 我們講一下 當時您的感覺是什麼 是真的跟他們講的一道光嗎 還是... 對 其實在病死我們回來的人 80%會遇見光 不見得是一道光 像我見到是一整扇的光 就是強光在我的面前 這樣子環繞著我 整個很強很強的光 那是第一次 第二次 第二次 我第一次呢 我第一次病死呢 是我開刀手術 我的卵巢囊腫要切除 是 結果我在宏恩醫院 我就趴在... 突然間我就... 那時候手術應該是 兩個鐘頭就可以結束 可是我花了七個鐘頭時間 然後我趴在手術燈上 我那時候覺得這樣 自己像青蛙一樣 就趴在手術燈上 看著下面的人 我就靈魂出體了嘛 OK 我看著下面 那跟剛剛那個很像 靈魂出體 靈魂出體是基本一定會出現的 一定會 離體現象 離體的現象 對 醫生你也相信喔 不是 這個它有很多科學紀錄 是喔 叫離體現象 好酷 對 就出體 那我離開的時候 我是趴在那手術燈 像青蛙一樣看著 看著的時候呢 很沒有意思嘛 下面KING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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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那邊做什麼手術 可是我不認識那個人 我只覺得下面在做什麼呢 很忙 他們很忙 我就準備走了 因為呢 就一到牆光 就...我一下子看到 遠處一個隧道 像一個隧道一樣 這叫隧道經驗 我就開始看到遠遠的 有一個隧道 我就開始跑了 我開始跑... 突然間我聽到一句 很大聲叫我米洛里 我的日文的名字翠 他叫米洛里 那是我哥哥 那我哥哥那時候住在 Costa Rica 他那時候正好回台灣來 我又在台灣 那他... 我就一聽到他的聲音 我就回頭一看 我就看到我哥哥 從那宏恩醫院的樓下 因為宏恩醫院的手術房 在二樓 所以他從一樓上來 我看到他的時候正好 他叫我米洛里 這樣剛好摔倒 他跌倒了 然後我就看到 然後哥 我就叫他 然後呢 對 我醒過來之後 對 我就問我哥哥 我哥說 對 你怎麼知道 我說你叫我 然後你跌倒對不對 他說對啊 我那時候因為我太擔心你了 他跑上來找我嘛 你哥救了你一命耶 對 那我就聽了那個聲音 對 而且我在跑的時候 我也看到我的外婆 在我的病房哭在祈禱 然後我看到我媽媽 跟我外婆都在哭 然後我就這樣 一下子我就回來了 這是第一次 這是第一次睡著 第二次遇到病死經驗室 那就很精彩了 因為我開始生病了 我1992年回到台灣 我開始生病 然後很多的醫生 因為我一直吐 整個晚上就吐濃潭 然後不能睡覺 然後六年的時間 因為我的肺已經像霧狀了 然後上面有三個黑點 那三個黑點 醫生就說切片就很簡單 就知道確診就是肺腺癌 很多醫生說 這應該就是腺癌了 那我有一個很可愛的媽媽 她就講說不要啦 妳不要切啦 妳就當作妳身上 有三顆Diamond 就叫我說當作三顆鑽石 她說這樣的話 妳就會很珍惜妳的身體 她說妳就會很珍惜身體 我有一個非常有智慧的母親 她就教我面對 面對生病 妳不要緊張 不要害怕 那我就好吧 可是到最後一天 1999年的8月1號 我不行了 我從溫哥華回來 我到核心醫院去 核心副院長照樣 然後謝伯伯就講說 妳住下來吧 因為情況非常不好 那我就因為知道自己不好 我說不 我要回家 我就決定死在家裡 下次不要了 聽說死了 那胸宅不好賣 對... 這樣子妳還可以想那麼多 對... 我現在就決定... 也對... 對... 妳的後面子女不好處理 對 不好處理 因為我絕對不做這種事 下次我要死的時候 我就去醫院了 不過那天我就回家 那天晚上我就 獨自開始面對 死亡的開始 我並不知道 我到了半夜 一點多我就起來了 那我就很習慣去上洗手間 然後我去上我的套房 我就去上洗手間的時候 我下床了 那太奇怪 就像卡通片的一樣 我一下床 走不到幾步路 突然間就一個人 就從自己身體這樣子 動一下 這樣挪出去了 我就看到一個人的背眼 在我的面前 就這樣 東倒西歪走 當然不適應地球上 應該怎麼走路 地心以立 他搞不懂 他就...我就看著他這樣 東倒西歪 走了四步五步 不見了那個人 那我就覺得 這自己到底怎麼回事 我也不宜有他 我就... 因為太累了 人很累 我就再躺到床上 我就沒有去了 到了四點多 我再醒過來 我再醒過來的時候 又習慣得 又去上洗手間 我又去洗手間說 這下稀奇了 我一看 我自己坐在那裡 到底是哪個眼睛 看到一個人坐在馬桶上 就是自己嘛 我也沒有跟他說嗨 我就... 已經在廁所了 已經上廁所了對不對 好了 就走了 我就回來了 然後後來我躺下 早上八點鐘起來 是 我起來的時候呢 我先生就講說 你要不要起來喝一點果菜汁 保養心臟的 我說好啊 我就起來了 結果我到 在廚房的時候呢 那我先生講說 糟糕 對不起 沒有吸管了 你要不要就拿起來 喝就一個馬克杯 那我就想說 本來就不用費力氣 就是一個吸管 你就吸完了 對不對 那我說好啊 我就拿那馬克杯 我拿不動 我摸來摸去 我拿不動那個杯子 我拿不起來 其實那時候就開始進入了 我拿不起來 我就想算了 那我就想 可是有一個人 有一個東西 我的臉就腫得跟豬的臉一樣 就是要裂開來 就一個東西 一直到這裡衝出去 我就走了 就到浴室去 那我到了浴室 這是一個洗臉台 我的浴室的鏡子很大 結果我進去的時候 我快暈倒了 我就搬著那個鏡子 我就一看那個鏡子 我快嚇死了 像豬一樣 你見過豬有雙眼皮的嗎 是 對 那個眼睛 像豬的眼睛一樣 我原來是腫起來的 腫起來的 我整個臉是這樣腫在那裡的 就像豬的臉 所以我這樣一看到那臉 嚇死我了 那我就 第一件事情就叫我先生 你趕快來看我 那我就搬著那個鏡子 快昏倒了 我就這門在這裡 我就叫我先生說 你趕快過來看我 我的臉腫起來了 我那個聲音 大到美國都聽得到 我覺得 可是我先生 你都沒有理我 那這不能原諒他對不對 太可惡了 結婚三十年會變這樣 三十年 絕對就這樣了 然後我就看著那個鏡子 除了他沒有聽到 到了晚上我就跟他講 你實在太可惡了 我早上叫你兩次 請你過來扶我一下看我 你為什麼都不肯過來 他說天地良心 我完全沒有聽到你叫我 就像孫醫師講的 他完全沒有聽到聲音 我說那你為什麼過來呢 他就說 因為我看到你像受傷的動物一樣 當我離開那個浴室 我走的時候呢 樣子這樣子慢慢慢慢慢慢的 這樣爬過去 這樣慢慢的過去 我一碰到床 我就倒下去了 整個身體癱瘓了 全身癱瘓 只有兩個眼珠子會動 那這時候 我先生很緊張 就打電話給我七公老師 怎麼辦 七公老師說那你快點 快點讓我喝溫的鹽水 提氣 溫的鹽水先提氣 那我先生想說我攤在那裡 沒有辦法喝東西 也沒辦法 突然就想到說 最簡單就是買那轉彎的吸管給我 讓我就可以這樣子吸那個鹽水 他想家裡沒有吸管了 你記得嗎 早上沒有吸管了 那我先生就叫我的管家說 你快點看著他 我下去樓下買吸管 這時候奇妙的事情發生了 我又靈魂出體了 我又看到他下樓 到對面去買吸管的所有情形 把人家的吸管一拿起來的時候 一把掉下來了 然後又自己掏錢包的時候 皮夾就掉地下了 反正慌慌張張的 回來又差一點被輛車子撞到 又衝進來了 那我後來跟他講 他講說你那時候在哪裡 我說我就在你後面 可是我沒有搭電梯 我就馬上回到家裡等他 所以當他進來的時候 我完全又躺 又回到我的身體裡 我已經不會吸了 就是我的氣已經沒有了 完全沒有氣了 那這個時候呢 那我先生就又很緊張 我不會吸那氣 那問那個氣功老師 氣功老師說 快...讓我把腳 泡到溫的鹽水裡 還有老薑 粗鹽跟酒 要泡到膝蓋喔 就放在水桶裡面 那我全身軟的嘛 所以他們就很緊張 我的管家抓...把我抓起來 我先生背著我 我的鄰居抱著我 就把我放到那個水桶裡頭 這下我的溫度改變了 我一放到那水桶裡頭 冷的水 可是對我來講 已經是滾燙的 我就說燙 直到他們一直放水到冷 他們都放冰塊了 我都覺得是滾燙的水 就像那醫生說 那個氣功老師說 那快...讓我放下來好了 幫我放下來 放下來 最稀奇的事情開始發生 我放下來 因為我是全身軟軟的嘛 所以我先生背著我 當我先生把我要放到床的時候呢 他離開我的時候 兩邊的人抱著我的時候呢 我的骨頭開始剝落 非常清楚 有震動的 就是這樣 動一下 會動一下有個聲音叫 你是感覺是嗎 感覺 非常清楚 因為我從來不曉得這是什麼 可是我覺得 我應該要進入死亡了 我說這難道就是要死了嗎 我就很認真的感覺 開始一塊... 四塊到五塊 就掉到腰這個地方 很不舒服 這個時候呢 我離開了 我再一次離開身體 我就看到我自己躺在那裡 我的鄰居跪在地上哭 我先生坐在那裡 還有最奇怪是我的管家 他跟我很要好 感情很好 他坐在...我家是樓中樓 所以他坐在樓中樓的樓梯那地方 抱著吸塵器哭 這稀奇吧 他抱著吸塵器在哭哭哭我嘛 後來我下午的時候我就跟他講 我說春蘭 你為什麼抱著吸塵器哭 他說你怎麼知道 我說我看到 你那時候不是死在那裡嗎 你變鬼了 快氣死我 快氣死我 我說認真 我是仙 他說好是仙 我看到嘛 那我為什麼會看到 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是看到他 是確實的 他就抱著吸塵器 我問他你為什麼抱著吸塵器 他走不動了 他就搬著吸塵器在那邊這樣子哭 OK 那當我躺下來的時候 奇妙的事情發生了 最奇妙的就是 我開始起來了 那我就...我就躺在那裡嘛 可是我是什麼眼睛看到 我自己起來 為什麼 前面一個非常強非常強的強光 美到不得了 當我走過去還有最美的音樂 非常美的音樂 我聽著那音樂我就開始走 可是我很累 我就慢慢走... 然後呢 最不可思議是漂亮的衣服飄過來 很美的布料 然後這樣... 妳一直穿嗎 沒有 沒有...就是這樣子飄過來嘛 飄過去 然後我太美人知道嗎 音樂這麼好聽 那我就很...一個念頭 就這個念頭 因為我很想回來跟我的朋友說 跟大家分享 就平常就很雞魄嘛 那呢 當我就想到說 我要回來跟大家講的時候 可是我走不動你知道嗎 是 我就很用力的吸了一口氣這樣 就跟我的身體連在一起了 然後就這樣子以後 我就睡了差不多半個多小時 然後我就醒過來 我就醒過來以後 那個半年時間 當然身體很差 可是我已經就... 慢慢調養 慢慢調養 可是我就再回頭去醫院 剛才孫醫師問我 我就回頭到醫院去查 我的那些物狀的肺也沒了 我的那鈣化的點也沒了 全部都跑了 對 我怎麼解釋 妳三顆彈簾不見了 不見了 真的耶 真的耶 什麼東西 唯一很遺憾的就是 喂 太遺憾了 這是兩種不同的感覺 但是我們現場有一個 我們就想說 名嘴是永遠不會輸的 我們現場有一個名嘴人 他也曾經瀕臨死亡 你什麼事啊 這個情況其實是在 第一次是在司令人卡 就跟你講這種身體會分離的 我也是兩次 名嘴是不會輸的 不是 沒有在比這個 沒有在比這個 沒有在比 來看一下 大家應該知道 這是這個世界遺產的 這個斯里蘭卡的 那個很重要的 這個巨大的石塊 OK 它的上方其實有 以前的皇宮跟很多的水池 那你想這麼樣一個 獨立的一個石塊 上面那麼多水池 我是吊到其中那個水池裡面 可是我吊下去的時候 已經是黃昏了 在那個時候其實我是購不上來 然後底下也碰不到底 你是哪裡 我說我在下面 這是我後來爬起來的時候 可是你知道 就像剛剛小蕙姐講的一樣 當掉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事實上我已經 懸浮在空中看到自己 趴在那個水上 是 所以我說這種 這種靈魂跟身體 玻璃情緒 其實是很奇妙的 可是我就在兩年前 發現了嚴重的車禍 可是你知道那一次 如果說那次冰死經驗 那我才真的看到 其實在當時 我真的覺得自己很清醒 可是我是騎摩托車 在一個堤防外的道路 被一個不知名的車子撞到 撞到以後其實昏迷 但是因為我的安全帽 並沒有拆下來 那路人把我扶在路邊 當然大家知道 當你昏迷或垂死的時候 你的脖子是整個放鬆垂下來的 對 其實我是一直被那個卡住 後來醫生是說 如果再晚個幾十秒 甚至幾分鐘吧這樣子 可能就會缺氧變植物人 所以說以後我們看到這種事情 先把它這個解開 對 但是帽子不要脫 先把這個解開就好 對 那可是撞到這麼大的撞擊 我以為說是我 視神經撞擊 我看不到 所以我第一個印象 其實跟剛才小蕙姐一樣 類似一片白的 可是是非常非常亮 可是一點也不刺眼 奇怪的是非常非常明亮 非常白 而且我看不到邊際的白 那我直覺的感覺是 我被撞了以後我看不到 所以我記得我還有點 氣奇怪怪的大叫說 為什麼我看不到 為什麼我看不到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 自己是發生什麼情況 你有什麼東西飄過來嗎 接著確實有一些 奇怪的情形發生 是什麼奇怪的情形發生呢 更多不可思議的 冰死經驗馬上回來 累積後 他竟然有預知能力 他說他被電擊 然後有28分鐘呢 他這個 失去的知覺 他特別提到 他經過一個黑暗的隧道 經過一個光 有13個天使 跟他展現 未來發生的一些 事情 播出來的事情 他就把這個事情 告訴他的那個 幫他寫書的那個序的醫生 經過20年30年的驗證 那個醫生發現 有 後來具體的入死 唉唷 我的貓 非常非常明亮 非常白 而且我看不到邊際的白 但我直覺的感覺是 我被撞了以後我看不到 所以我記得我還有點 奇奇怪怪的大叫說 為什麼我看不到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 自己是發生什麼情況 你有什麼東西飄過來嗎 接著 確實有一些 奇怪的情形發生 我看到兩個 兩個臉跟身體的影子 可是我看不清楚 是男的女的身高 我只看到大概 大概只有上半身到頭 可是是兩個影子 我完全看不出是男女 還有長相 完全看不到 就沒有性別的 看不到 可是在慢慢接近 可是我還是直覺的是說 我眼睛可能撞傷 我看不到 然後我還接著跟他們講說 為什麼我看不到你們的臉 我還一直在跟他們 嗆一下一樣在叫 可是然後我一直在叫 其實後來就有人說 你根本沒有叫 就像剛剛講 旁邊沒有人聽得到 你在講什麼 然後其實在那個境界的時候 變成這樣情況 直到後來是 有人把我扶起來 把安全帽拆掉 在那一瞬間我踩到地上 因為左腳膝蓋也撞傷 所以踩到地上 我第一句 他們說你講的第一句是 痛 然後就坐上救護車 那可是在之前我才發現前面 他說你完全就倒在那邊 大家也不知道 你的脖子是卡住了那個 好可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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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惜 我下次一定 下次一定先告訴你好不好 接錯話了 不好意思 來 孫醫師 剛才我們講到 兩位都有這個經驗 其實有部分相同的 那你剛才有講說往上往中 平走跟往下 又不一樣 這是你們研究的報告 那 有什麼差別 我現在先回答 那個 您剛才提到 有一部分是 幻覺 是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他臉脹嘛 這個腦覺得很脹 那個 腦牙很高 這個腦的血流不好 是 所以缺氧 但是呢 有一些事情幻覺沒辦法完全解釋 就是說你不是有看到你先生嗎 對 在那個 在外面吸管 吸管 因為到目前為止認為 腦的意識 沒有辦法脫離腦存在 就是說你的腦只能影響內部 不能影響外部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不能解釋的地方 那另外呢 就是很多的這個 瀕臨死亡的經驗 因為我在過去正好有機會 在四星大學 通識中心 我在講這個生命科學概論 有一個單元 就瀕臨死亡的醫學紀錄 那我把它總和來看 第一個就是離體現象 離開人體的現象 靈魂離體 對 那第二個呢 就看到一些光 OK 像有一次我花蓮有一個朋友 他是 也是有一次瀕臨死亡 就是氧氣不夠 他就看到很強很強的光 他也跟我講這樣 那另外他有看到很多黑茫茫的 一大堆無邊無際 他認為是靈魂 那麼另外呢就是說 看到這個 這個還有一些隧道的出現 還有隧道現象 那麼我記得在有一個 叫做 有個CIA的一個人 他叫做丹尼爾 1979年 他說他被電擊 然後有28分鐘呢 他這個失去了知覺 是 他特別提到 他經過一個黑暗的隧道 經過一個光 然後呢 進到一個 一大堆水晶的城市 在水晶的城市 他進入一個 所謂的知識的殿堂 在知識殿堂 他的紀錄是說 有13個天使 跟他展現 像我們的這個電視一樣 有一些這個未來發生的一些 事情 播出來的事情 會一些螢幕影像 會呈現出來 對...大概有117件 很重要的事 他就把這個事情告訴他的那個 幫他寫書的那個序的醫生 那個醫生根本不相信 結果後來呢 經過二十年 三十年的驗證 那個醫生發現 後來具體的落死了 那個... 蘇醫師 這本書在台灣有 叫 《死亡奇蹟預言》寫的 那你講那個醫生 就是Ramond Moody 研究冰死之父 他就是一開始 算是比較早期在研究 對 1975 所以你看你整個的 把它結合在一起就是說 因為當然也有很多的醫生做研究 用了什麼藥 他有一些這種 類似瀕臨死亡的經驗 或者是刺激腦部的哪些地方 都有都有 所以注意看 我們為這個看了 大概一百多篇醫學論文 所有的醫學科學家 都迴避靈魂這兩個字 都盡量不要提到靈魂 因為太不能解釋了 對 都想要用這個 腦神經的一些變化 然後涵蓋所有的歷彥 但是很困難 非常困難 好 問題是 您是一個專業的醫師 對 OK 那你也曾經因為靈修 有過靈魂離體的經驗 對 OK 所以說你相信 那你靈魂離體的時候 你的經驗是什麼 你是看到什麼 我想就要這樣說 就是以前我從來不曉得 那後來因為有機會修禪 那麼修禪在最親近自在 大概有四五次吧 好 我在那邊打坐盤坐 我突然看到 有一個人坐在底下 我從來沒有看過 我個人整體立體的狀況 是一個3D的狀況就對了 對...一個立體 就好像一個攝影機 大概距離... 三次這樣子照下來 我還有好幾次 就是我看到我的內臟 就是內臟 就是說 就因為我們有解剖過 所以知道那個形象 好 這個叫內觀效應 這個內觀效應呢 現在已經了解是跟 所謂的這個第三隻眼 天眼或松果體的功能有關 這個我想有機會我們再細談 那那個孫醫師 是不是我在像印度的... 沒有 叫安迪就好 安迪兄 是不是像我在印度 因為我旅行很多地方 印度有個就是他們一個 等於大家很尊重的一個修行人 他是可以就是說 類似透視眼一樣 比如說他看得到你的內造 隨便講 比如說他這樣直接看到 比如說像小康 他一看到就說 你的肝可能有什麼問題 幹什麼亂看 然後這個攝護線有點短幹 幹什麼東西耶 我可以知道的 那我當時想這樣 這是不是太神奇 可是後來問一問 他們有的是不知道 但是也有大概70% 他說他在之前的健康報告 甚至什麼脂肪肝什麼這些 都是吻合 那是不是也是類似他的一種內觀 他居然也可以經由這樣 等於說不只看到很多前世今生 或未來的事情 他還可以看到 人身體裡面的情況 對 我想就是說 我剛才跟你講那個 我以前從來沒有第六感 是 只是因為你修禪 等於說是經絡活絡 腦功能開啟 對 等一下 我想到一個問題 因為很多醫學報告說 我們其實我們大腦 那大腦能力 很多功能搞不清楚 而且根本沒有開發 對 那是不是有可能 人類遇到這種重大的事情以後 他的腦會特別活躍 然後把你很多以前人類 不知道 或者沒有辦法運用的能力 這時候運用出來 我想比較科學哲學的說法 就是說 我們的腦有意識 有潛意識 有超意識 平常我們這個外面五光十色 這個訊號很多 你的潛意識 超意識都被 太微弱 都壓住 當你面臨到那些問題 當你像在修禪也是一樣 瀕臨死亡 那時候很安靜的時候 或者是這個 腦的正常的功能 開始慢慢的喪失了 它潛意識 超意識慢慢浮現 所以 所以說修型 就可以造成這樣的一個 對 有類似 類似的這個叫 不是用眼睛視覺 所以您剛才講那個 我有接觸大陸國寶特異功能 因為台灣只有李士誠跟我 跟大陸人體科學院交流 我交流十年 他更長 我親眼碰到一些 有特異能力的人 他有透視力 他們做研究很簡單 你有透視力對不對 他有幾個有這個能力 請一個病人進來 他就把他眼睛看到 看到他肺怎麼樣 胃怎麼樣怎麼樣 化下來 然後再用醫療儀器一測 有很多這樣的人體研究 那如果 對啊 因為他... 他沒有做這樣的實驗 所以我不知道 瞎講 你試試看嗎 千塊 你看不看 因為我們知道 超人看不透千嘛 試試看啊 好不好 因為我沒有做過這個 這個我不曉得 然後諸此之類的 我想這個非常有趣 就是跟人體潛能開發 我想瀕臨死亡 可能有一陣子就是說 他整個反而在有些地方 他的潛意識 超意識 他反而浮現出來 像國外有一些那個靈媒 是人家那個真的 好像我... 因為我看一個節目介紹 就是有很多靈媒 他們可以幫忙那個辦案 然後就可以看到那個 當時人家被殺的時候 那個狀況怎麼樣 然後就可以幫忙找屍體 然後他們是因為比如說 被電擊之後 雷擊之後 他們突然變成可以看到這種東西 所以這種 很多這種狀況 他這有點類似 捕捉一些訊息跟這個能量 因為有物質能量訊息 其實您講這個 1997年 民國86年 11月17、18號 大陸辦一個 國際人體科學大會 那我在台灣 就我跟李士誠去報告論文 那其中我有兩個 非常強烈的印象 那第一個印象就是 剛才談到 叫做捕抓遺留的訊息 他們做這個研究很簡單 就是請一些教授寫一些字 放在這個信封裡面 就一個信紙 寫一些字放在信封裡面 擺了一個禮拜 然後再把這個信紙拿掉 就是空的信封 然後找一些特異人士 他手按在這裡 在他的所謂屏幕效應 就是天眼 他會浮現這個紙 這個叫捕抓遺留的訊息 天啊 大陸做很多這種研究 這樣也看得出來 對啊 就是其實我們知道 其實在社會上 有很多的很多的一些 案例是這樣 比如說瀕臨死亡 生了一場大病 車禍 之後呢 這個人對他整個身體 那種感官能力完全不一樣 是 比如說有些人 生過一場大病以後 他可以通很多事情 他知道很多事情 他可以預言很多事情 他可以幫人家算命之類的 沒錯 那OK 那這個就是我們一直講 大腦其實是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那剛剛講到一個 中國腺體特別發達 會怎樣 各位我 挪詐 惡狼神 惡狼神 你看嘛 這個大家耳熟能講 這個天眼 狼神 惡狼神 惡狼神 這個天眼 這不是我畫的 是… 這個第三隻眼 這第三隻眼呢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天眼 也是這個研究人體科學的 叫屏幕效應 是 它位在哪裡呢 它的位置就是 您看我們這裡有一個擺繪 借一下 擺繪就是 這個兩個耳垂 這個黏線 這個地方這樣子 過來 在中央這個位置擺繪 然後另外呢 這個地方有一個印堂 我們兩個眼睛之間有一個印堂 就是說如果你從印堂 這樣子進來 這個擺繪 垂直 垂直的一個順 那個點就是所謂的天眼 天眼就是這個位置 松果線 叫松果底 剛才我跟各位講到就 1997年 11月17、18日 北京那個人體科學大會 另外日本有一個很重要的研究 他找了這個大陸特異工人人士 然後用科學的儀器做研究 當他進入屏幕效應 就是他有這個天眼 他展現的時候 然後他用那個MRI 它是第五、第六代有功能性的MRI 在測試 結果就發現 有一個點就一直在發亮 大家一起討論 說那個點是什麼 結果最後的結論就是松果線 你有看到有猴鳥嗎 對… 或者是有的魚兒 它會找到這個回座湯 海龜也是 對… 海龜… 它就類似有一個指南針的這種 它會感應這個磁場光線 就是在所謂的松果線 這神秘的松果線 到底是什麼構造 能有如此強大能量 想知道就別轉台唷 而在它會有空間 有一個點就一直在發亮 哎呦 大家一起討論 說那個點是什麼 結果最後的結論就是松果線 你有看到有猴鳥嗎 對… 或者是有的魚兒 它會找到這個回座湯 海龜也是 海龜… 它就類似有一個指南針的那種 它会感应这个磁场 光线 就是在所谓的松果线 那么另外在这个纽西兰 有一个大蜥蜴 叫大蜥蜴 然后就发觉 它这个地方有一个裂痕 就像二郎神那样 然后外面就是光可以照进去 就是所谓的里面的第三支眼 所以你把医学相关的结合在一起 就是说可能是在远古的时候 这个我们的神经内分泌的物质松果线 它功能慢慢退化 因为四瓦末出现 用碳的都是有四瓦末 这个它现在只剩下 神经内分泌的功能 什么人它会展现出来 到目前我的了解是 灵修修缠过的或练气功的 那另外有的是特异能力 从小就有的 还有就是有的可能濒临死亡 导致它松果线体特别发达 这样难怪那个藏传佛教 它们人骨念珠 它取得就108颗高僧活佛修行者的 这边的一个眉心骨 然后串成了人骨念珠 好 我们今天讲这个 冰临死亡的经验 其实这个全世界各地 都有很多人在做这个 这样的研究 那到底是怎么样 还没有一个结论 可是呢 问题是 已经有大很大部分的人类呢 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希望大家都不要有这个经验 真的 但是呢 就像 每个人都会碰到 有一天啊 所以如果说你比较幸运一点点 还可以回来告诉我们这个感觉 但是大家还要记住这一点 就是不要害怕死亡 要很多人把死亡想得太恐怖了 那当你的灵魂要离开的时候呢 如果是一个负面能量的话 你可能就很不舒服 你要很开心地迎接死亡 死亡只是一个不管你怎么想 也许是一个重生 也许是一个历练嘛 但是这个只要不做亏心事 就没什么好怕死亡 所以人还是要好好做人 不要做坏事 今天谢谢大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